麥克風測試 請幫我看看麥克風是否是正查 那還有人 那還有人 呢 這你的 你 有 比如你 有 有 有 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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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学早安 我们就今天的直播现在要开始了 那一开始我先大概简介一下 我们这个两个礼拜的直播的内容 那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选修生物2的内容 那主要是以4-3不然说按错了 是以选修生物2的4-1植物生殖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会讲辨子植物的4代交替 以及种子与果实如何形成 另外一个重点是4-2的种子的萌发与幼苗的生长 那今天主要是以4-1 4-2的重点为主 那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直播 我们讲了选修生物1 跟昨天讲选修生物1的其他部分 那我们这次的直播 主要放在选修生物1跟选修生物2 这是为了因应各个不同学校 他们上的进度不一样 有些需要这个学集再上选修生物1 有些需要再上选修生物2 那有一些需要再上选修生物3 所以我们进度不好抓 所以我们目前暂定 就以选修生物1跟选修生物2为主 选修生物1的部分 我在上礼拜我跟昨天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选修生物2这边 那今天要讲的是植物的生殖 这个主题 那我们礼拜四的时候会讲植物基数 跟植物体对环境刺激的反应 那等到礼拜四讲完之后 我们选修生物2的部分就告一段落 那我留了礼拜五的这个早上一个小时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发文跟解答 所以各位同学们在这个放假期间 就是停课期间 有任何学习上的疑难杂症 不限章节 不限选修生物或必修生物 你在学生物学上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先在脸书上 或是YouTube上留言给我 让我收集一下 我目前已经收集到一些题目了 那么会在礼拜五早上 为各位做解答 那如果你是当场 现场来直播室发问的话 你在旁边直接留言发问也可以 但如果你问的问题比较复杂 需要收集一些教材资料的话 我会来不及马上准备 那这样也许在解答上就比较浅一点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获得比较完整的回答的话 那各位同学们 你们就可以再早一点把你要问的问题先丢给我 你可以在脸书上丢给我 认识我也可以用LINE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联系我 就直接在这几个直播的 YouTube上面的后面留言 我都会去看有没有留言 那留言的问题我就会收集起来 或者是我的教学影片上 只要最近有人在后面发问问题 都被我收集起来 那我会在这个礼拜五早上一次 把这些问题疑难杂症 为各位同学做一下说明 那现场方法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我要现场直接讲 没有办法准备一些教材 好 那我们这个前沿先收到这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了 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放在选修生物2 要讲的是植物 那我们今天先介绍植物的生殖 好 那植物的生殖 这一节当中有什么比较大的重点 我先提示 好 那我这边也是也要做一下说明 我们今天 虽然是线上直播的学习 可是我不会把每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 因为课本上 或是其他的教学影片都讲得蛮清楚的 我们今天是提纲歉 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大概念把它讲清楚 那如果同学们在看直播时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现场马上留言 好 那我们是不是有几个比较大的主题 比较大的重点就是要介绍 什么叫做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是指所有植物界的生物里面 植物的生物史当中 会有两个世代交替出现进行生殖的现象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今天的大主题 什么叫被子植物的世代交替 里面的世代交替是什么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世代交替是指植物界中各种生物 植物的植物界的各种生物 它的生活史当中有包子体世代跟配子体世代交替 生殖的现象 这是不是听起来很含糊 我们这样会说明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配子体生殖出包子体 包子体生殖出配子体 将交替生殖的过程 就是两个世代交替生殖 所以叫世代交替 好在世代交替当中 有两次可以让你的精英发生重组 来增加遗传变异的机会 第一次发生在解除分裂 第二次发生在配子结合 也就是所谓的受精 好那这样的概念 其实我们之前在前面讲遗传时都有提到 我们生物在繁殖时 要怎样增加遗传变异呢 通过两个重要的一个过程 一个是形成配子时的减速分裂 另外就是配子结合时的受精 另外还有就是靠突变了 透过突变 透过减速分裂 透过受精配子结合的过程 都有机会增加遗传变异 好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几个要讲的大主题 就要介绍什么叫世代交替 好那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图我要把世代交替的重点 跟大家先交代清楚 好那这个是个世代图 所有的植物界它在生殖过程 都有这几个不同的生物 生活史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从这个开始 好这个个体叫包子体 它是个2N的个体 那什么是包子体呢 你只要往窗外一看出去 你只要看到任何的植物 可能是龙树 可能是小花 可能是小草 你只要看到植物的个体 它都是包子体 你现在看到植物都只有2N的 所以包子体就是你在生活中看到的植物 大部分都属于包子体 包子体是2N的状态 这个2N的包子体呢 它干嘛叫包子体 因为它负责产生包子 你看这个命名上非常非常的有它的原则 包子体负责产生包子 但是有个问题 包子本身是1N的细胞 所以你从2N的个体 要产生1N的细胞 就要进行减速分裂 蓝色体套数得要减半 好我们就会说 包子体透过减速分裂形成包子这个细胞 包子是1N的啊 包子这个单套的细胞 会经过分裂 形成多细胞个体 这个多细胞个体就叫做配子体 那如果你是1N的细胞形 有时分裂形成1N的 形成配子体 配子体当然也是1N的 1N分裂形成1N 好所以这个个体是配子体 它是1N的 那配子体干嘛叫配子体 它负责产生配子 那你看配子体是1N 1N的配子体产生1N的配子 过程中不需要再减速分裂了 只要有时分裂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以前一直强调 形成配子的过程 一定要透过减速分裂吗 其实不一定 在植物的生活史 就给各位一个很好的案例 有什么太大声 好像配子体是1N的 那形成配子也是1N的配子 所以1N形成1N 自然就只要有时分裂就可以 不需要透过减速分裂 好所以这边 透过植物生活史的一个例子 为各位强调一下 就是形成配子过程 不一定要减速分裂 而减速分裂过程 也不一定产生配子 所以植物是个很棒的案例 包子体透过减速分裂 形成的是包子不是配子 那配子体有时分裂形成配子 不是经过减速分裂 所以植物的施来交替 这个例子 可以让我们知道 减速分裂不一定产生配子 形成配子时 不一定要减速分裂 这个植物的例子 让我们知道这个 好那我们刚刚看到配子体是1N 形有时分裂形成1N的配子 配子呢 经过受精 就是配子的结合 这边就是受精 就会形成核子 那核子就是2N 1N加1N受精成核子 那2N的核子呢 它是单细胞 经过有时分裂之后 又形成了多细胞的包子体 好那这就回来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整个植物的施在交替的时候 很快的浏览一遍 2N的包子体 它是多细胞的 我把重点写在旁边 多细胞个体 多细胞 多细胞的个体包子体 形减速分裂 形成1N的包子 包子是单细胞 那包子呢 行有时分裂 又形成多细胞的配子体 哦 这个质太丑在一起 多细胞 好吧 我把它写清楚一点 因为太丑了 所以这个配子体是多细胞的 诶 看到了 诶 我这查看记忆一点 多细胞 好 所以在整个生活史当中 有两个多细胞的个体 一个叫包子体 一个叫配子体 对不对 好 那配子体呢 多细胞的配子体 形有时分裂形成配子 配子在受精成核子 核子是单细胞的 核子呢 在经过分裂形成多细胞的包子体 包子体 解释分裂形成1N的单细胞包子 包子在形有时分裂形成多细胞的配子体 好 所以整个过程 你会发现整个植物的 世代交替有两体三子 那两体呢 一个叫包子体 一个叫配子体 所谓的体 就是指多细胞的个体 多细胞的个体 好 那叫什么什么子的 包含这边的核子 这边的包子 这边的配子 是指单细胞 它就是细胞 它不是个体 非个体 好 为什么我要强调单细胞的什么什么 核子包子配子 并不是个体呢 因为在植物界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定义 植物界里面 植物跟动物都类似 一定是多细胞的生物 多细胞 如果你是单细胞的东西 不能进入植物界或动物界 例如单细胞的藻类 为什么不是植物界 因为它不是多细胞的个体 所以植物界有个定义 一定要是多细胞的个体 好了 既然是多细胞的个体 才能当做植物界的个体 所以包子体跟配子体 是多细胞的个体 它们就是所谓的植物的个体 那像包子 配子 核子 它们就是单细胞 它们不是个体 所以简单的说 多细胞的包子体 透过形成包子 由包子来形成配子体 配子体透过形成配子 配子受益成核子 核子再发育形成包子体 那我们刚刚说 所谓的世带交替 就是两种个体 两种世带的个体 互相繁殖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这个图把讲清楚 假设有一个包子体 它产生100个包子 这100个包子 就产生了100个配子体 那你看这个过程 是不是 一个包子体 产生了100个配子体 一生出100 那不就变多了吗 这是一种生殖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包子体透过形成大量包子 繁殖出配子体 所以包子 繁殖出很多配子体 假设这配子体 有100个 那我分成50 50 那这50个配子体 产生500个熊配子 这500个磁配子体 产生500个磁配子 这500个 互相收集成500个盒子 这500个盒子 就变成500个包子体 看到没有 从100个配子体 生殖出500个包子体 由少变成多 就是繁殖 好 所以从这个图 过程中可以看到 包子体透过形成包子 繁殖出大量的配子体 配子体透过产生大量的配子 收集成核子 而产生大量的包子体 好 所以这就是私带交替的意思 包子体 生殖出配子体 配子体 生殖出包子体 交替生殖叫私带交替 其中我们把 从核子开始是2n 包子体也是2n 这两个2n的世代 就一路我们进入到核子了 然后发育成包子体 这个世代 叫做包子体世代 或叫做2n世代 或叫做无性世代 但如果我今天是从包子开始看 包子是1n 1n的包子 发育成1n的配子体 发育成1n的配子 在产生1n的配子 这叫做配子体世代 或叫有性世代 或叫做1n世代 单倍体世代 好 那我们就把整个世代交替分为两个世代 就以两个个体为主 一个是2n的包子体 一个是2n的配子体 那这边既然提到配子体世代 又叫有性世代 包子体世代就称无性世代 我们也顺便解释一下 我们以前常常会有个 大家会搞不清楚的 到底有性生殖跟无性生殖是怎么区分的 我们刚好可以透过这个世代交替 来为各位解释 首先为什么包子体世代 要叫做无性世代 而配子体世代 要叫做有性世代 各位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诠释它 就是有性世代就是有性别之分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有性别之分 你看配子体 有熊配子体跟磁配子体 形成的配子 有熊配子跟磁配子 看有磁球之分 可是核子跟包子体 就没有明显的性别之分 它就没有性别之分 那我们常说这边有性别之分的配子 有受精的过程 所以有受精过程 会让你形成有性生殖 那我们也顺便解释一下 有性生殖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以前都说 为什么以前都说 生殖过程 如果有受精的过程 就叫有性生殖 我们在这边刚好也可以看到原因 因为有性生殖 你可以把它当做有性别之分的生殖 你看有性别之分 包含磁雄配子有受精 所以有受精过程代表你有磁雄配子 有磁雄配子 就代表有性别之分 但是你看减速分裂 你看从包子体 减速分裂形成包子过程 并没有性别之分 包子体形成包子 并没有明显的性别之分 所以这个过程就叫做无性生殖 这是有性生殖 无性生殖的其中一种诠释方式 就是生殖过程有没有性别之分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图先把 世代交替 为各位先大概简介到这里 我们这样再套例子 那我先把这边的文字都插掉 我们很快的再浏览一遍 这个图是今天最重要的图 植物的生活史更为两个世代 以包子体为主的世代 跟以配子体为主的世代 这两个体才是真正的植物的个体 所以植物的生活史 有两种个体交替出现 2N的个体跟1N的个体 2N的包子体形成1N的包子 1N的包子经过分裂之后 形成1N的配子体 1N的配子体形成1N的配子 形成1N的配子 配子受精之后形成盒子 盒子是2N的 2N的盒子在形有失分裂 形成多细胞的包子体 所以这个图各位一定要铭记在心 因为等一下套路配子植物的生活史 完全是走这样的套路 包子体 2N的包子体形成分裂 形成1N的包子 包子是单细胞 包子形有失分裂 形成多细胞个体 形成配子体1N 1N的配子体形有失分裂 形成1N的配子 1N的配子 只用配子受精 形成2N的盒子 盒子在经过有失分裂 可以形成多细胞个体包子体 那2N的盒子化育成2N的包子体 那2N的细胞或个体 叫做无性世代 或叫包子体世代 或叫2N世代 那1N的个体 或是1N的细胞 都属于配子体世代 有性世代 或叫做1N 单倍体世代 那各位如果对于熟悉的 我们现在用两个表格 很快的整理一下 配子体世代以配子体为主 包子体世代以包子体为主 配子体世代都是单套的 包子体世代是双套的 那起子细胞一个是以包子1N为起子 那包子体世代是以核子为开始 核子是2N的 那过程是怎么呢 包子体配子体世代是有失分裂形成配子 有看到没有 配子的形成不是减速分裂 是有失分裂 很特别 那反而减速分裂是为了让包子体形成包子 对 看到有趣的现象 所以包子的形成 才是透过减速分裂 配子的形成反而是有失分裂 下面是它的顺序 包子蒙发发育成多细胞的配子体 配子体才行有失分裂形成配子 这是单备体世代 有性世代 或叫配子体世代 那如果是2N的核子 经过它有失分裂形成多细胞的个体包子体 这就是包子体世代 或叫无性世代 或叫做2N 双备体世代 好 那我们刚刚有两个字很有趣 就是包子跟配子 它们都是1N 包子是1N的 配子也是1N的 只是包子是无性生子 因为它们有性别之分 而配子有性别之分 那包子来自于包子体 配子来自于配子体 这也是命名上有趣的点 配子体 配子体负责成成配子 包子体负责成成包子 那包子直接发育成配子体 但是配子必须要受精后 才能形成核子 核子再发育成包子体 然后这两个都既然是1N的 所以它们都属于1N的配子体世代 或叫有性世代 或叫单被体世代 以上这是我们对于这几个生活史当中 几个不同的细胞或是个体的一些描述 好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当各位把刚刚的自带交替的逻辑了解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看看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我们由它的花开始 因为它的花包含熊蕊跟芷蕊 我们在国中都学到 被子植物的花 如果是个完全花 会有瓷蕊最中间开始 瓷蕊 熊蕊 花瓣的耳片 那其中瓷蕊会有很多构造 有脂肪 柱头 花柱等等 好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哪里呢 放在它的瓷蕊当中 有个构造叫做胚珠 胚珠中会有所谓的大包子母细胞 大包子母细胞也叫做胚男母细胞 这是别名 但是我们一般都叫大包子母细胞 好 为什么会这样称呼呢 因为一般你看到的花都是2N的构造 就是一般植物的2N 2N就是包子体 那照理说包子体不是应该要产生包子吗 所以它的体内会有大包子母细胞 来负责形成大包子 大包子母细胞就是负责生出大包子 就是要大包子母细胞 你看包子体透过大包子母细胞 形成大包子 包子体产生包子 不是天经地义吗 就看到这里 那等一下我们会在熊蕊这边看到 熊蕊是有花药跟花絲 环药当中会有花粉母细胞 也叫小包子母细胞 小包子母细胞 当然就是要负责产生小包子 那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包子体 熊蕊齿蕊都是包子体 包子体产生包子 就合理了 当然过程需要解除分裂 因为包子是1N的 那包子体是2N的 这些花都是2N的构造 那我们等下就会记到这是什么形成 那我们来开始 我们的这个胚珠 我们等下会介绍 它就是在磁蕊中的一个构造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这是贝子植物的花的结构 那我们接着重点会放在 这两个构造 一个叫做熊蕊 一个叫做磁蕊 那熊蕊的重点在于花药 花药中会有小包子母细 那磁蕊中它的脂肪当中 会有大包子母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氏在胶地是怎么进行的 那整个氏在胶地当中 尤其是贝子植物的氏在胶地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叫双重受精 这我们等一下会遇到 它就有贝子植物有 柔子植物啊 险胎植物啊 跟绝对植物是没有的 那双重受精 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 简单来说就是 它的精细胞有两组 一组精细胞跟软受精 就形成受精软 这大家最熟悉 那另外的精细胞 是跟中央细胞结合 会形成胚乳 这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 那我们先不急 我们来看整个胶子植物的生活史 是如何进行的 但是在进行之前 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记得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植物的生活史的准则 就是包子体负责产胞子 配子体负责产配子 其中包子体行减速分裂形成包子 包子体经有施分裂形成配子体 配子体经有施分裂形成配子 配子受精成盒子 盒子经有施分裂形成包子体 包子体在行减速分裂形成包子 那我们就来用这个图来介绍一下 首先你看到一棵植物 有根金叶花果的种子 这个植物一般就是 我们常看到的植物 都是二恩的个体 它们就是包子体二恩的 一般你看到的植物都是二恩 这个包子体如果要开花楼 把花果拿开来看 里面会有熊耳跟瓷蕊 那这些构造全部是二恩的包子体构造 那我们现在把里面的瓷蕊跟熊耳拿出来 因为这两个才是重要的生殖构造 那其中我们的瓷蕊有柱头花柱跟脂肪 我们的熊耳有花药跟花式 全部是二恩的构造 那我们等一下 那这二恩构造当中 最重要的当然是脂肪跟花药 那我们来盘这个胚珠在脂肪里面 我们现在把这个脂肪内的胚珠拿出来 这个胚珠里面 会有所谓的大包子母细胞 它是包子体的构造 是二恩的 这大包子母细胞 开始行第一次减速分裂 再进行减速分裂第二阶段 形成四个细胞 但其中有三个细胞就死掉了 你不觉得这样的减速分裂方式 跟我们动物的卵细胞有点像吗 经过减速分裂第一阶段 形成第一基地 经过减速分裂第二阶段 形成第二基地 最后只有卵细胞留下来 那我们的大包子母细胞 形减速分裂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最后只形成一个大包子 其他三个细胞就分解掉 吸收掉了 那留下来这个细胞 就是所谓的大包子 这个大包子 它当然是一恩 因为经过减速分裂 大包子 再分裂一次 分裂两次 分裂三次 有个细胞没有分裂完 我们说经过三次分裂 应该一边二 二边四四边八 应该要变八个细胞 就它经过三次分裂之后 形成八个细胞核 但却只有七个细胞 因为中间这个细胞只有核分开来 核分裂了 但是细胞值没有分裂 那就形成这个构造 这个构造总共有七个细胞 八个核 我们就叫它胚囊 胚囊的细胞是不是七个 是不是超过二以上了 是不是多细胞 所以这个胚囊就是磁配子体 是多细胞个体 好 那我怕各位已经忘记什么是配子体 记得我们的植物的生活史当中 包子体是一种个体 配子体也是 所以在胚株中如果出现胚囊 每一个胚囊就是一个磁配子体 它是一只植物的个体 但它很小 它只有七个细胞八个核而已 所以这个胚囊就是磁配子体 那我们之前说 包子体型简直分裂形成包子 包子有失分裂形成磁配子体 配子体产生了 那磁配子体要负责产生配子 包含磁配子就是软 软在哪呢 我们等一下就会介绍了软在这里 这个细胞就是软细胞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套路 在这边完全通用 就是包子体 我很快写一下 包子体是rn的 其中还有大包子细胞 形减数分裂 写下减分就是减数分裂 形成大包子 大包子是1n 1n的大包子 经过三次的有失分裂 乘三就代表三次的有失分裂 形成七个细胞 八个核的个体 这个个体叫做胚囊 也就是磁配子体 它就是磁配子体 磁配子体当中已经形成软 软就是磁配子 所以是不是跟刚刚所讲的套路是一样的 包子体形成包子 包子形成配子体 配子体形成配子 所以跟刚刚的套路是一样的 以上磁蕊这边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磁配子体目前已经产生了 好接下来看熊耳那边 在荒药当中 会有所谓的小包子母细胞 小包子细胞当然是2n的 小包子我们要行简直分裂 再行简直分裂 行两次简直分裂之后 就形成四个小包子 四个小包子都可以管好 再经过一次的有失分裂 形成两个细胞的构造 这个构造叫花粉 花粉总共有两个细胞 两个核 那两个细胞就是多细胞 两个细胞就是多细胞 所以花粉就是两个细胞的熊配子体 那这个熊配子体晚一点 就会发育产生熊配子 就是菌细胞了 好那我们等下会看到 好所以目前为止呢 我们从包子体 它包子体当中的大包子母细胞 即小包子会需要这些二N的细胞 行减速分裂形成大小包子 像这边是小包子 那大小包子呢 在各自发育层 各自有失分裂形成熊配子体 与磁配子体 好那配子体就为了成成配子 好那我们生活史先说到这边 好再续往下 当我的花粉掉到柱头 长出花粉管 好花粉管当中呢 最前面这个细胞叫管细胞 管细胞呢 会形成花粉管往前移动 然后后面这个细胞呢 会分裂形成两个精细胞 这两个精细胞呢 会跟着花粉管往下移动 好那我的那个精细胞 有两颗 第一颗精细胞跟卵结合 第一次受精成功 那第二个那个精细胞 跟中央细胞结合 形成第二次受精 好那我们可以往前看 我先把画面往前面来 就是这个是卵细胞 这个是中央细胞 中央细胞有两个核 这两个核 一个左一个右出现方向性 所以称为集合 好那其中一个精细胞 跟卵细胞结合 1N加1N 形成2N的核子 没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精细胞 跟中央细胞结合 你看这边有一个N 这边有一个N 它的精细胞本身也是1N 所以1N加1N 这边加1N 形成的构造 就是三样的构造 这个构造呢 可以我们之后 就会发育成配路 所以双重受精就在这边发生 第一次受精跟卵结合 第二次受精跟中央细胞结合 好那我们这边讲的很快速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的配子植物的生活史 它会有双重受精的现象 好那我们回到这里 之后这个整个胚囊 整个胚株就會发育成种子 好那怎么发育的 我们等下会说 我们等下再说 好那经过受精之后 我们的核子形成 核子是发育成种子 那这样我们的生活史 不就都回来了吗 因为种子就可以继续发育 形成新的胞子体 好那我们现在把整个生活史 再浏览一遍 这是2N的胞子体 它的花的结构全部是2N 好那不论是磁蕊中的胚囊 还是化药中的大小胞子母细胞 都是2N的 2N我用红字表示 请解读肺植形成大小胞子 胞子是1N我用单套表示 那这个胞子有失分裂 就形成多细胞的 包含像这个磁配子体 包含这个花粉 或是花粉管的雄配子体 那当我受粉之后 我产生花粉管 会有两个精细胞 第一个精细胞跟软结合 形成第一次受精 第二个精细胞跟中央细胞结合 形成第二次受精 那整个胚株就发育成种子 种子再萌发成新的胞子体 好 那这个圆圈圈我们就兜回来了 兜回来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史 回到这边 现在我把整个生活史 用它的套数 跟它的属于哪个世代做区分 其中我们看到 背景是粉红色的 都是2N 2N的个体 或是2N的细胞 那这就是所谓的包含的世代 或叫二倍的世代 或叫做无性世代 2N的 那在这边 那你要离开2N 要么就是解析度分裂 变成1N 或是经由受精 变回2N 所以蓝色背景 就刚好跟红色背景 都呼对应 这个蓝色背景 是单背体世代 或叫配置体世代 或叫做有性世代 好 那这两个世代的转换 都是套数转换 所以从2N变1N 是解析度分裂 1N恢复到2N 是双重受精的受精 好 那在解析度分裂 或是受精的过程 都有办法增加遗传变异 产生基因重组的 好 所以我们才说整个世代脚体 你从包子体生成素配子体 或是配子体生成素包子体 过程都会增加遗传变异的 好 那我们先用这个图线 大概的把被子植物的方向 被子植物的生活史 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好 那 刚刚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我现在注意到了 我先回来前面那个图 因为我们有几个图 刚刚讲得很快 没有讲清楚 好 像这个图当中是我们的胚囊 胚囊的细胞 这个细胞是软细胞 旁边这些细胞不重要 我就不介绍了 这两个是腐细胞 这两个是反足细胞 我还是写在旁边 就是脚反过来放反足 这两个是软旁边的辅助性细胞 叫腐细胞 那重点是中间这个细胞很大 细胞值很多 有两个细胞核 叫做中央大细 可以叫中央细胞 中央细胞的细胞核有两个 那我们就叫它集合 那有 有老师有问到说 这个集合为什么叫集合 为什么叫方向性 这样子 当你只有一个核的时候 它并没有方向性 因为它只有一个 但如果出现了核的话 我出现两个核的话 就会出现了 比如说好了 我可能是一左一 我可能是一上一下 我也可能是一前一后 对不对 所以只要出现两个东西 就会出现所谓的方向性 就像出现阴阳就有方向 出现正负就有方向 所以为什么当时叫它集合 因为集是代表有方向性的意思 所以当你的核出现一个以上 就出现方向性了 所以这边为什么叫集合呢 是为了强调 它是这七个细胞当中 唯一有两个核的 因为其他只有一个核的时候 它就没有方向性了 所以用集合来描述这个细胞的核 比较容易被大家注意到 它的核就是特别的核 它是有方向性的核 因为它有两个核 有两个核就具有方向性 以上这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在介绍这个胚囊的时候 这个卵跟中央细胞都是重点 因为它们是让两个精细胞受精的对象 另外我们的花粉这里 我们刚才讲的很快 花粉其实一开始只有两个细胞 好一开始只有两个细胞 一个细胞就是管细胞 另外一个细胞一般叫做生殖细胞 一开始生殖细胞 它只有两个细胞 两个细胞而已 但是一旦你长出花粉管之后 那个管细胞就到这前面了 所以管细胞还在 它继续形成花粉管 形成花粉管 但是中间的那个生殖细胞 就一分为了变成两个 这两个细胞就是精细胞了 精细胞 所以就是由生殖细胞 再形有丝分裂 形成两个精细胞 这个过程是有丝分裂 所以你看一开始花粉只有两个细胞 后来变成花粉管 变成三个细胞 我们就是说你的熊配置体重 两个细胞 发育成三个细胞 所以花粉管被叫做成熟的熊配置体 你成熟了 因为一开始只有两个细胞 后来变三个细胞 所以花粉是未成熟的熊配置体 只有两个细胞 花粉管是成熟的熊配置体 它具有三个细胞 这个顺便说明清楚一点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图 这就是植物的世代交替了 我们还快来浏览一遍 脂肪中的胚珠会有大包子母细胞 那花药中会有小包子母细胞 各自型解素分裂型的大小包子 那大小包子各自发育成熊配 磁配置体跟熊配置体 植熊配置体当中 会有他们的磁配置跟熊配置 熊配置一个跟软结合 一个跟中央细胞结合 各自形的核子 核子就发育成胚 胚就是胚胎 另外一个会发育成胚乳 胚乳是3N的 胚乳是2N的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介绍 什么叫胚 什么叫胚乳 胚就是核子发育来的多细胞结果 胚乳就是由中央细胞受精后 形成了3N的构造 那胚跟胚乳就会形成我们的种子 种子就能发育成新的包子体 以上这是我们对于植物生活史的大概介绍 那这也是类似的 大小包子母细胞 形解素分裂型的大小包子 大小包子在发育形成石熊配置体 石熊配置里面就会有石熊配置 石熊配置就可以受精 经由双种受精再形成包子体 所以整个过程跟我们一开始介绍的 植物生活史的过程是类似的 所以原则是这样 那就按照这个原则去套路 被子植物的例子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那我们双种受精之后 我们的种子是如何来的 如何发育来的 我们由下面这个图来介绍比较快 如果今天时间不够 直接看下面 就是我们脂肪的脂肪壁 脂肪壁可以直接变成果皮 果皮包在种子外面形成果实 换句话说果实就是种子 外面包着果皮 换句话说在植物学中 并没有果肉这个东西 果肉就是外果皮 中果皮内果皮的其中一层 你吃的都是果皮 果皮就包着种子形成果实 那所谓的种子又怎么来的呢 种子外面有种皮 种皮是由胚猪的猪背所形成 假设这是植物的胚猪 中间是胚囊 外面就是猪背了 这个猪背就是胚猪的棉背 猪背 胚猪的棉背就翻译成种皮 好 那剩下的胚囊 我们说它是磁配质体 它有软跟中央细胞 经由双重受精 各形成核子跟胚乳 对不对 核子翻译成胚 胚乳是3N的 那所谓的种皮包着胚 包着胚乳 就形成种子 好 所以种子它其实是 真正的重点是胚 因为胚是 未来要变成我们的胞子体 那胚乳是负责提供养分的 种皮是为了保护种子的 而果皮是为了保护种子的 所以有些像开花植物 它会形成果实 果实是果皮包着种子 种子是种皮包着 包着种人 而种人包含胚跟胚乳 那胚跟胚乳各是来自于 双重受精卵的结果 那胚是我们得要的重点 因为胚就是受精卵形成的盒子 那个盒子会发育成子带 好 以上我们这边就把种子跟果实 是如何发育来的 我们这边做一下泥气 好 那我们用几个图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这是果实 好 那这是桃子 这是外果皮 然后把颜色弄清楚 这边是外果皮 这是中果皮 好 这个硬硬的构造 外面这是内果皮 内果皮打开破之后 这才是真正的种子 外面有种皮包着 好 所以这是内果皮 所以它整个种子 这个果实 你会看到外果皮 中果皮 内果皮 以及种子 种子又有种皮包起来了 好 就以桃子为例子 先说明到这边 好那其他例子我们就不讲了 那如果各位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去看我们其他的影片 再讲果实是如何发育来的 那就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我们今天在这个部分主要是以 整个被子植物的四代交替 什么叫植物界的四代交替 然后它四代交替当中 如果透过包子体 里面的大小包子母细胞 然后形成大小包子 大小包子再发育成配子体 配子体形成配子 配子在收进形成盒子 盒子在蒙发成包子体 这个过程才是今天的主题 重点 好那我们先离开 这个植物生殖的第一节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二节的部分了 第二节的部分是讲 种子的蒙发跟幼门的生长 那这边我们也是指提示一些重点 好那我们想想 我们刚出了种子 种子的成分 我们刚才刚提到 等我一下我放个颜色 种子呢包含了种皮 包含了胚 包含了胚乳 好这是我们三个重要的种子结构 种皮就是负的保护 是妈妈的胚猪的猪背发育而来 胚是第一次收精精细胞跟碗结合 那胚乳呢是精细胞跟中央细胞结合 发育而来的3N的构造 那胚当然也是2N了 那种皮来自于胚猪背 猪背是抹猪的保质体 那当然也是2N 那其中的胚在这边 它会开始发育 发育成胚芽 胚轴 胚根以及子叶 其中胚芽就会发育成你的柚叶 胚轴叶成你的精 胚根发育成你的柚根 那子叶呢之后也会退化掉 因为子叶跟胚乳 都是储存养分的构造 所以它植物的幼苗发育长大之后 它就会退化掉 这两次储存养分用的 那随着种子成熟 种子在胚株中发育的时候 它的水分会慢慢减少 让种子的酵素回应下降 进入到休眠状态 让种子可以度过恶劣的环境 有利于散播 这是种子在发育过程 那我们现在讲到种子 我们就来说明一下种子的一个比较 如果你今天是被子植物中的单植物 跟被子植物中的双植物 它的种子结构会略为不同 你会发现它们都会有种皮 我还是把种皮列出来 种皮 最后面的种皮一定有 这边也有种皮 在里面就是有胚 胚包含了胚牙 胚轴 胚根 以及子叶 这么大的子叶 这些全部都是胚 那在单子叶植物也有胚 一样有胚牙 胚轴 胚根跟子叶 那我们刚刚说不是有胚乳吗 胚乳是3n的在这里 好 那单植物的胚乳还在 好大的胚乳 那双植物常常会胚乳退化 所以有时候会找不到它的胚乳 胚乳退化掉了 像各位现在看这个是菜豆的种子 它的胚乳就找不到了 胚乳退化掉了 好以上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单双植物 有种皮 有好多个胚 其中它的子叶变得好大 它的胚乳消失掉了 因为它的肥大的子叶 取代了胚乳的功能 所以双植物常常会有 两个大大的子叶 叫子叶肥大现象 胚乳取代掉 但是单植物是 植物也储存养分 胚乳也储存养分 这两个构造都来储存养分了 那这是我们对于 双植物跟单植物种子的介绍 不过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我这边举了这个 单植物种子 是拿育米为例子 你们现在看到这棵育米 并不是只是一棵种子而已 它其实也是果实 这什么意思呢 外面这一个薄薄的 这一层 画好一点 这个是种皮 种子的皮 所以它是种子没有错 但是 看个颜色 它的种植物有一个薄薄的 连在外面的 是它的果皮 写不出来 果皮 那它的果皮跟种皮 这两层很薄的构杖 黏得很紧 你分不开 所以果皮跟种皮 形成很薄的薄膜 直接黏在玉米的外面 所以一棵玉米 它是个果实 它不是只有种皮 连它的果皮都黏在外面 只是玉米的果皮 非常非常的薄 蜕蜕蜕 跟种皮愈合在一起了 所以一棵玉米 不只是一棵种子 它其实是一棵果实 因为它连果皮都在里面 这是对于单子叶植物的种子 结构 我做个补充 那我们来看 这是菜豆的种子 这是花豆的 那这边是胚芽 这是胚肘 这是胚根 化斜线的是它的子叶 外面包起来的 这是它的种皮 种皮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种子 只是胚乳没有了 胚乳退化掉了 胚乳的胚 写出来 胚乳退化掉了 胚乳就这样退化掉了 好了 那我们继续一下 那种子萌化的过程 我这边就不再细讲了 就是跟过去各位学差不多 它会先吸水让种子一破裂 生出出生根 出生根继续吸水 让它吸水的程度会增加 让它开始长成出生液 出生液出生之后 就可以开始行光合作用 然后把它的养分吸完之后 直接就会退化稳收掉 如果你还有胚乳 胚乳也会跟着退化稳收掉 因为除了养分都吸收完毕 来让它的幼苗可以生长 那我就不再介绍 这三件量我也跳过去 那我们接下来 重点后方在 如果一个种子刚形成成熟之后 它会进入休眠状态 对 它这个休眠状态的 如何脱离休眠 让它可以进入到发育的状态 那我们来找几个重要的原因 其中有些原因叫做内在因子 就是植物本身 它的生理状态 影响它的休眠状态 就是休眠状态 比如说你成熟了没有 你种皮还是很硬吗 因为种皮必须要破裂 你才有机会开始萌发 另外我们今天重点放在这两个基数 虽然植物基数还没讲 不过我们今天先偷跑两个基数 有一个基数叫几倍数 它会促进种子打破休眠开始萌发 另外一个基数叫离成树 它会让植物的种子维持休眠状态 抑制萌发 所以基数也会影响植物种子要不要萌发 好 那我们其中以几倍数为例子 几倍数为什么可以让种子开始萌发呢 我们先把它的机制给各位说明一下 首先是这样 我们的胚会分泌几倍数 几倍数会作用在我们的外面这个构造 叫虎粉层 虎粉层其实是胚乳外面一层泊泊泊的构造 虎粉层被几倍数作用之后 虎粉层就会活化 开始产生水减酶 这个水减酶 就会到胚乳里面 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小分子就被胚拿去吸收 让胚开始分裂 新增胚芽 胚手胚根 而让种子开始萌发 所以简单的说 胚分泌的极倍数 会刺激虎粉层 产生水减酶 水减酶 水减酶就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小分子就供胚养分 让胚可以生长发育 这就是极倍数 为何可以引发种子萌发的原因 好 这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除了内在因素 你植物本身的植物激素 或植物本身的成熟状态之外 当然环境因素也会影响 这叫外在环境因素 包含了有没有水分 因为所有的化学反应 都要溶于水 在水溶液中进行催化反应 所以需要有水分 所以种子干燥的状况 没有办法萌发 好 要有氧 因为种子在萌发时需要 吸收氧性云朗 呼吸承受ADP 来供应植物所需要的能量 好 温度也很重要 因为温度如果不对的话 会影响酵素的活性的 好 所以水 氧 温度 这三个是影响植物种子萌发 很重要的因素 那有人说生命不是需要阳光空气水 那光线会不会影响呢 就要看植物了 有些植物要有光线才萌发 叫做虚光种子 像蜗菊的 反而是有些植物照的光 反而不萌发 叫做厌光种子 它讨厌光线 所以光反而是要看植物种类 有些会促进种子萌发 有些反而是抑制种子萌发 所以不一定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植物萌发过程会怎样 我们直接看到这里 我们把植物萌发的过程 把这个幼苗分为地上型 跟地下型幼苗两种 好 那很复杂吧 我们直接看图好了 地上型地下型怎么区分呢 我们先看地上型 好 我看一下 如果你种子在萌发过程当中 看到没有 我们的这个下飞肘 会形成一个弯曲 然后把种子的本体 脱离到土壤上面 所以种子的本体后来会离开土壤 跑到地面上面 我们就叫它地上型幼苗 所以关键在于你的下胚肘 你的长出来的胚肘 会不会把你的种子拉离土壤 但如果今天你的种子 一直在你的种子的本体 都一直在土壤中 往下长出胚根 往上长出胚芽跟胚种 形成幼叶 像这个玉米也是往下形成幼叶 往下发出你的根 你的种子本体一直都在地下的 那当然就叫地下型幼苗 所以地上型地下幼苗 其实在判断上蛮容易的 就看你的种子本体 有没有拉离地面 那一般来讲 双子叶植物 一般都是地上型幼苗 单子叶植物 一般来讲是地下型幼苗 一般是这样子 但是反正生物比有例外 像豌豆 明明是双子叶植物 但是它还是属于地下型幼苗 跟单子叶植物比较接近 有这样子的现象 那以上我们就把地上型地下型幼苗 很快的为各位介绍怎么区分 另外幼苗在发育过程中 环境音质也会影响的 像光会影响幼苗的形态 一般我们会说在光照的情况之下 结尖拉的很短 这是有光的 为什么结尖短的 因为已经有光了 你不需要长得太高 但是黑暗之中 结跟结之间会拉的很长 让植物长得很高 那各位可以想象为什么 因为植物找不到光 它会以为我是不是被阴影挡住了 被阴影挡住 我就要长高一点 脱离阴影去找到光来形光和作用 所以在没有光的情况之下 植物要长得高一点 结尖拉长 让它长得高 好 当你没有光的时候 这是没有光的时候 没有光的时候 你的叶子就不发育了 因为没有光的情况之后 有叶子没有用 但一旦有光了 就刺激植物叶子开始长起来 而且叶子长出来之后 叶子会出现绿色的叶子 绿色的叶子 有叶绿素行光和作用 所以在光照之下 结尖不会拉长 叶子发育很好 而且叶子会变绿色 这样子 如果在黑暗之情况之下 结尖会拉长 叶子不再发育 叶子会没有绿色 这叫白化现象 是乳白色或乳黄色的 叶绿素还没有因为光刺激而产生 因为也没有光 也没办法行光和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光对幼苗 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之后 在其他的章节 可能会提到这样的现象 光线会对植物发育 尤其是幼苗的心态 会造成很明显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对于植物的生活史 及幼苗发育的过程 我们再把一些重点提示到这边 好 你看这张照片 有照光的时候叶子叶绿色 没有照光的时候叶子要么就卤白色 要么就是其他的花金树的颜色 像这边是比较偏紫色的颜色 好 那我们大概今天的重点 该说的都差不多说到这边 好 那想问问 现在在线上的同学们 你们对于今天 我们所上的内容 包含植物的生殖 包含植物的生殖 还有种植萌发幼苗生长 我大概提纲 请你把一些重点跟大家说明 那如果各位同学要看比较细节的内容 可能就要去看其他教学影片 他才会比较细节的介绍 还有课本上的描述 好 好 那 问一下各位线上的老师同学们 还没问题 好 那还是提醒大家哦 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 上课或备课时有任何疑问的话 我们会在 这个礼拜五有一次 你可以当做是线上发问 线上公备也好 有问题就可以提出来给我 我就收集一下 我在这礼拜五早上 就一次为各位做解答 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讨论 好 那再问一次哦 今天的课程内容 请问线上同学老师们 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线上直播就到这里咯 好 那我们 最后还是让我露个脸吧 哈喽 好 大家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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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好 好 好